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又想介紹我打雙打的一個氣空隊伍 積分的雙打氣空隊伍 先說明其實在Pokemon劍圖裡面的氣空 都是一個比較難用的隊伍 因為有時候你要看一些速度線 要很記熟的速度表 如果你不記熟速度表的話 在氣空可能就會比較不著數 沒有一個優勢 我們逐個來吧 現在第一個會介紹的就是由左手邊 由上至下介紹一行 第一隻就是人造細胞仔 有四招技能 分別是守護、欺騙空間、精神強念、螺旋球 你看到是有兩招的攻擊技 但是螺旋球基本上不會用到 螺旋球不會用到去打敵人 精神強念是屬於唯一一招的特殊輸出技能 而他身上的一個道具就是生命寶珠 而特性就是魔法防守 可能你會問為何生命寶珠要放在人造細胞仔身上 就是因為配合了魔法防守的特性 他這個魔法防守是不會受到打擊傷害以外的傷害 即是劇毒、燒傷、沙塵暴、刮兵這些全部對細胞仔無效 這些傷害就不會有效 所以放生命寶珠給他的話 他又不會扣自己的血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處的道具 不過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一招技 就是精神強念 如果對上一些惡系的精靈 那細胞仔其實可以收得當 可以走一走 那當然這個就看大家選擇 其實這裡可以去換其他技能也可以 還有這一隊其實是看另一個 就是參考另一個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韓國的 韓國的一個玩家 前世界賽冠軍的玩家 柏奇理智的玩家 我待會會貼上名字的 好 那大家有興趣看看吧 他的隊伍也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OK 好 那下面那隻就是超鐵暴龍 分別都有四招技 尖射攻擊、地震、守住、蠻力 守住相信雙帶下面都非常常見 因為拿來 保護一些重要的時刻 保護一些重要的時刻 好 左邊就是這個弱點保險 再加這個堅硬癌蛇 那堅硬癌蛇可以令你弱點的 弱點的攻擊技能能夠減少少傷害 而弱點保險就是能夠增加超鐵暴龍的攻擊 只要觸發到弱點 他就會加兩級攻和兩級特攻 那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超鐵暴龍可以說是在這一代 那假設呢 假設我們開到氣空了 然後人造細胞是一定比超鐵暴龍 所以我們一個螺旋球打到超鐵暴龍 那超鐵暴龍就會觸發到弱點保險 並且可以一擊殺死一些 一擊殺死那些正常傷害的對手 譬如打一些地面系 他用地震的話 即是用極巨大地的話 其實已經很大機會打死了 很大機會打死的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我這個超鐵暴龍 就不是零速的 就不是零速的 是固執 然後是6V 那時候連錯了 不過這個也是有優勢的 有優勢的地方 在於 如果對面也是氣空隊的話 那你就可以快 對面超鐵暴龍 和那些海套獸 那這個呢 有好處也有壞處 我自己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這個環境上 那些海套獸多數都是零速的 多數都是零速的 那變相呢 如果我一不開氣空的話 就可以快得過他們了 那就 各有各選擇 或者你不租這隊 然後再自己弄一隊都可以的 那第三隻 第三隻就是外館indd indd indd 有四招技 幫助、看我嗎 能量球、精神強念 有兩招的攻擊技能 兩招的輔助技能 那這隻比較常見人用的 其實都是看我買這個Follow Me 引走一些傷害 令到自己的氣空手 能夠 能夠輕鬆地開到這個氣空 還有再加上他的精神場地 精神製造者 能夠再去防止對方的先制攻擊 不過這裡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 你是配這個青銅鐘的話 那青銅鐘會被人打的 因為他是飄浮 成不了這個精神場地 好 能量球是用來打海兔獸 如果對方一開始出海兔獸 我就會一下子撐過 不要管 因為海兔獸 海兔獸在我這一隊來說 算是特別難搞 算是難搞 因為他只有一個弱點 一個弱點就是草屬性 好 這個外館就打了一個氣勢 一血巾 一血巾 因為防止對方一下子打到差不多死 所以就能夠確保吃到兩招 確保吃到兩招 然後就去死 然後換另一隻上場 另一隻欺凶獸上場 就是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 好了 第四隻就是海膽 基本上海膽就很少會用 在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是對面有睡眠的技能的時候會用到 那你會看到他有一個電器製造者 電器製造者就是能夠令到場上的精靈不要睡覺 不會睡覺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挺有用的 挺有用的一個特性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麼有用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強勢呢 暫時我都不知道 因為大師前都還有一些 就是這個高級球之前的級別 都還有一些睡眠的 但是大師級別我就好像見到一隊 但是都忘記放出來 實質上是不是真的有用 我都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有用 不過我覺得可以是一個選擇 可以是一個選擇 而且你也可以換電鬼 做交換場地等等 好 第五隻 第五隻就是鳳神犬 你看到他有四招技能 四招都是特攻 不是 兩招特攻 兩招變化技能 第一招鬼火 第二招延進 第三招大聲爬敲 第四招都是常見守護 鬼火就是用來干擾對方的物攻 能夠令對方的物攻 能夠令對方的物攻守 再過這個攻擊 第二招就是延進 延進 這招技能就是 當鳳神犬用了這招延進 他就會令自己的火屬性變為沒有 變為一個沒有屬性的狀態 任何攻擊對他來說都沒有誠意 也沒有減半的效果出現 這個有好有不好 第三招大聲爬口基本上都是標配 如果你是玩盾型的鳳神犬 因為如果你用大聲爬敲 他就可以降低對方的特攻 面對著希空守 這一招都是非常強勢的技能 所以有時候放鳳神犬在頭都可以 威嚇文猶這些都不特別 都是比較基本的東西 比較基本的東西 好 到第六名最後一名就是青銅鐘 其實青銅鐘 可能是有點不太合 看完都覺得是一般 青銅鐘有四招技能 一招重磅衝撞 重磅炸彈 第二招是希片空間 這一隊的第二個希片空間手 另一個就是 第三招是重疼 第四招是神秘守護 是一個怎樣的玩法呢 青銅鐘 這個重磅炸彈 就用來炸一些妖精精靈 妖精系的精靈 而希片空間 理所當然地就是 開希空給其他的低速手 那重疊又是什麼呢 重疊就是可以觸發到 超跌暴龍的一個 弱點保險的技能 其實跟這個人造石包仔 螺旋球有差不多的意思 只不過重疊這個更加強勢 為什麼他更加強勢呢 因為他是打全部人 打四個人 打三個人 不計自己 打三個人 這一下其實可以破到 對面的一血筋 假設對面有地鼠的話 地鼠其實很大機會都是一血筋 所以這一下重疊就可以破到 他的道具 而神秘守護 神秘守護就是一招 防止我方精靈的一個 重狀態技能 即是燒傷劇毒的 麻痺的麻煩 總之一放了他就五回合 可以防到 其實都是配合超跌暴龍 令他不要中燒傷 因為燒傷了超跌暴龍 如果沒有觸發弱點保險 其實都真的蠻差的 真的蠻差的 對 而青龍中 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這個飄浮 飄浮就吃不到精神場地 就有機會被人下馬位 這一下也是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也曾經試過那一個東西 好 刺耳果 刺耳果就是一個降惡系技能的一個果實 因為青龍中是怕惡 而且市面上 環境上有很多惡系的技能 所以青龍中大惡這個都 當然 我覺得理所當然 OK 以上就是一個隊伍ID 大家都可以拿來使用 不過最重要就是記得 記得那些種族值 之後我都會寫那個能力 寫那個能力 究竟哪一處要注意 哪一處不用注意 還有 對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個欺騙空間最主要 就是欺空隊來說 最主要都是記屬我方 和對方的速度來計 如果對方都是欺空的話 你要考慮你究竟要不要開欺空 還是其實對面開欺空 需要過你 這裏就要大家慢慢去思考一下 究竟 怎樣打法 因為如果 欺空隊如果打上普通 普通隊伍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有優勢的 有優勢的 只不過對面 只不過你一定要開到欺空 第一步你也要先開到欺空 然後就可以慢慢去到 打破他們 而對方也是欺空隊 那怎麼辦呢 真的不要開欺空 看看哪個快 所以這裏 如果一隻超鐵步 去打一些欺空的對手 其實都可以的 就算他不開欺空 也有機會快 對面的海套獸 或者草降 那些 因為很多時候 對面放反欺空 都是草降 和海套獸 這兩隻 所以超鐵步龍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現在我 打欺空的話 OK 我一開始就會放超鐵步龍 加鳳神犬 這些 而如果打一些正常的 正常的隊伍 又沒有什麼反欺空手 會怎麼做呢 就是放一隻細胞仔 再加外管 或者是鳳神犬 再加青龍中 這兩個組合 可以說是 而視乎情況 來帶海膽 剛剛也說過 海膽就是用來 防止一些催眠的手段 一開始可能放外管 那些人做細胞仔 然後就可以換走外管 出海膽來 防止對方的催眠手 然後再打到對面的 其中一隻精靈 這樣的話會比較有優勢 這樣會比較有優勢 大致上 這個欺騙空間 隊伍就是這麼多 看看大家 可不可以借用這個隊 上到這個大師 因為欺空隊 在這裡都蠻好用的 蠻不錯的 打得蠻舒服的 不過第一步就是要開到欺空 如果開不到 就... 真的要等投降 等投降 因為已經蠻了兩隻 基本上 如果開不到欺空 OK 那這次的影片 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回來 Pokemon劍盾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還有未來有更多劍盾功能 或者劍盾的影片 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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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